啊 無事無事 快點報警察啊 快點卡在你 身穿紅色衣服的男子 跳上轎車的引擎蓋 往擋風玻璃大腳一踢 還有一群人圍在旁邊 當街動手打人 趕快東位路口這邊要打架了 路過民眾嚇得趕緊報警 鴻信駕駛當時被拖下車 機車騎士就拿起地上的安全帽 往駕駛身上猛砸 還有人將他拖到路邊繼續殴打 受傷的駕駛 緊急被送往醫院治療 雖然傷勢沒有大礙 但遭施暴的畫面仍然 魚跡猶醇 這邊啊 安全帽敲啊 敲啊 你現在是哪邊不舒服的感覺 就頭很暈啊 這起行車糾紛導致的衝突 發生在二十六號中午十二點左右 澎湖二零三線到東位斷路口 加在澎湖的鴻信駕駛 當時開車要左轉意外 擦撞到來觀光的王姓遊客 突然情緒失控 六人朝著駕駛圍毆 這真的超多多一人 這真的超多 澎湖人很憤怒 不要這樣 保護他們 澎湖當地居民得知消息後 紛紛前往馬公分局 想替被毆打的鴻信駕駛出一口氣 局長馬上出面 安撫圍堵的民眾表示 一定會依法嚴懲 現在正值澎湖花火節舉辦期間 大批遊客湧入澎湖旅遊 沒想到卻發生遊客和當地人起衝突 民宿業者得知後也拒絕讓鬧事有客再住宿 澎湖地檢署覆訓後也裁定涉嫌動手 歐打的三名嫌犯分別以新台幣六萬元交保 其他同行親友則是陸續搭機離開澎湖 近新聞林津和坤原李冠燕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